谢谢发言人中心设计的提问 范蒂干是台湾在欧洲唯一的所谓班交国 范蒂干圣座国务卿书记主教彼得罗帕罗林21日表示 希望在中国大陆设立常设办事处 观察蔡英文上台以来已有10个所谓班交国弃台而去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有关部门已经就此表明了态度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行为准则 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有关国家应该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地处理涉台问题